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预言 不仅如此 人乡居士还对这次瘟疫 以及中共投毒 早在2018年的时候 就做出了精准的预言 我把相关的几期拿出来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都可以对应得上 2018年7月12号 美国时区是7月11号 和8月15号 美国时区是8月14号 中共崩溃倒计时 第111期和144期当中 它反反复复地给大家预测了 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关于瘟疫和病毒 中共为了解决它的末日危机 将会投毒 会制造饥荒 然后进行军管隔离 每个细节它都预测到了 眼下所发生的事实 是预言最好的见证 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两期节目相关的内容 你可以作为一一的对照 第111期 惊世罪恶为维稳将不惜制造瘟疫 中共末日之际的屠杀计划 末日必有大地震和大瘟疫 中共的末日征兆都已显现 但末节是针对所有的人 不仅仅是对中共 对中国是涉及全人类全世界的 在末节来临的时候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灾难 无论是圣经还是武功经中 都有明确的描述 有地震 瘟疫 战争 饥荒 死亡 这一切都将必然发生 今天就来说一说 这个沉重的话题 瘟疫 在此之前 我讲过地震 这是外来的 有可能对人身造成伤害 而瘟疫是内在的 是可以直接在人的身体里发生作用 它更加恐怖 地震所造成的死亡人数 相对于瘟疫来说 是微不足道 像西班牙流感 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 和明朝末年的中国鼠疫等等 瘟疫对人类历史的演变 起了非常强大的作用 历史就像一个剧本 是天道法则的演算 演化 衍生 演变 是各种力作用而推动的 李自成之所以能推翻明朝 造反成功 很大程度 是源于当时北京发生的一场鼠疫 而欧洲的黑死病严重打击了教会与封建权贵阶级的权威 人口的大量死亡 让人们丧失了对他们所谓的信仰的依赖 并导致了接下来一系列历史的转变 像成吉思汗 西征 以及欧洲后来的文艺复兴 都与瘟疫有直接关系 瘟疫能够造成大范围 大量人口的死亡 能够迅速彻底的改变社会结构和经理生活形式 甚至改变人的信仰和信心 催生新的制度 造成历史的大转折 这就是瘟疫 以中国现在的情况 中国会不会发生瘟疫呢 该来的时间一定会来 地震 瘟疫 洪水 凉荒 动乱 都会接踵而至 在这次末节面前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中国如果出现瘟疫 会是怎样一个状况呢 大家都知道 中共执政多年 没有给老百姓办过一点的好事 中共最擅长做的就是 把好事变成坏事 把坏事搞得更坏 这就是中共执政的两个最基本的功能 中国的卫生防疫系统更是如此 就拿毒疫苗事件来说 疫苗本身是防病 防瘟疫 防传染病 结果在中共的手里 大部分疫苗无效 根本产生不了预防的抗体 甚至疫苗还变成毒药 证明中共的疫苗 根本就是用来骗人的 害人的 杀人的 这涉及到中共一个庞大的神秘的维稳机构 它是要让老百姓都得病 让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到老 从生到死 都要面临疾病的威胁 因为疾病的拖累 而丧失造反的意志 为了家人也不可能从事高风险的工作 从而达到了中共维稳的目的 并且通过疾病 中共把老百姓的钱都剥削走了 同时还达到了为中共创收的作用 养老金也好 医保 基金也好 都被中共的各个利益家族所瓜分 供他们挥霍五度 而且他们享受着中国孩子的器官和用孩子做的药 中国各地偷孩子的事件层出不穷 为什么呢 有的偷孩子罪犯甚至刚抓就放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中共利益阶层的别动队 都是中央控制的 这也是中共唯一的独家的 可以拿来跟世界上各个权贵们 巨富们和隐秘力量交易的一张牌 偷孩子和偷器官的背后 黑手就是中共 可以想象 中国如果发生瘟疫 中国的卫生防疫系统 可以救老百姓的命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对中共既得利益集团来说 只有老百姓活不好 挣扎在死亡线上 中共才能安心 所以中国的医疗系统 是个杀人害命的机构 对应今天的这个疫情不受控制 肆意蔓延 当年非典的时候 当中国老百姓都在面临疾病死亡的时候 中南海的官员都跑到哪去了呢 中共领导们都躲在北京石渡的各个别墅里 哪管你老百姓的死活 老百姓在面临末日瘟疫的时候 你指望中共这些体系压根是不靠谱 所以老百姓要做的 就是要认真的准备 你所认为的不会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 比如P2P贸易战都发生了 接下来坏事还要一天比一天多 一天比一天严重 不要天真的以为天下太平不会有事 最近的猪瘟和阳瘟不都已经开始发作了吗 瘟疫一旦发作将很难被扑灭 并且伴随着巨大的代价 以上讲的是非人为的瘟疫 为天灾但是还要有一个更危险的瘟疫就是中共人为制造的 中共目前有脑控武器 电磁武器和生化武器 瘟疫作为生化武器的一种 中共怎么可能没有呢 怎么可能不研究呢 他研究这个东西是给敌人用的吗 是拿来跟美国决战的吗 都不是 他很多东西就是为了给中国人用的 像叙利亚的化学武器不就是用在叙利亚老百姓身上吗 叙利亚的那些独裁专制者比中共的邪恶差远了 如果需要的时候 中共可能会不用这些武器吗 将来一旦发生大规模意外事件 中共感觉到快控制不了形势 其他维稳措施都不管用的时候 中共就会主动给老百姓投放生物武器 就是病毒传染病 比如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聚集 如今的国际形势与八九年大不相同 中共有太多的把柄 太多忌讳 在国际社会的控制之下 它如果再次启用军队开枪镇压 将无法承担起后果 这个时候 它就有可能直接发动瘟疫 它会到处散播病毒 从而造成瘟疫爆发 然后借口进行隔离隔断戒严和封锁 到那时候谁还能出来闹事呢 以我对中共的了解 大家要提防这个风险 瘟疫是中共最有可能玩的东西 它要用这个生物武器来对付老百姓 并且达到它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它甚至可以说瘟疫是美国人搞的 就像上次说非典是美国人搞的一样 它现在更有理由说瘟疫是美国人搞的 美国要灭掉我们 它出于转嫁矛盾的需要 打击制止老百姓反抗的需要 以及更多不能见人的理由 中共完全有可能给大家投放这个生物武器 让瘟疫大流行 只有他们能活下来 其他人大量的死亡 中共可以趁机摆脱各种负担 比如养老金 P2P老兵等等 地震做不到的事情瘟疫都能做到 就是这个道理 预言中讲这个病死得非常的快 可以说是招病息死 大家应该如何应对瘟疫这样的末日事件 这种对你一家老小造成生命威胁的事件 只有一条路 就是觉醒 意识到自己是什么 造反 先造自己的反 只有你认识到这一点 多么貌似强大的统治者 都是纸老虎 一把火就能烧了它 这样才能度过这些灾难 除此之外 别无他途 还有这个第144期 中共末日必大乱 老百姓如何自保 北京或发生大地震 将死亡500万以上 疾病是中共最好的统治武器 为了对付中国老百姓 中共甚至不满足于自然的发病 所以它要制造病毒 比如雾霾 脑控 毒食品 传染病 病毒等等 中共都在研究和介入 它没有放过一个 可以让老百姓多得病的机会 中共现在已经进入 末日倒计时 不管国内还是国外 内政还是外交 经济还是军事 内部前疮百孔 外部群敌环绕 它都已经进入了 矮晚期 神仙束手的地步 这都是因为 他们为了维持统治 所造的孽 到头来 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甚至于说 在猛砸自己的头 所以它要死了 但是恶魔越是 到快死的时候 就越疯狂 它会干什么事呢 我只能告诉大家 你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 从现在到将来的某个时段 中国发生任何事情 都有可能 中共为什么这么丧尽天良的作孽 来维持它的统治呢 因为恐惧 恐惧是最好的老师 中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手上有太多的血债 一旦它失去政权 会死 非常的惨 所以末日就是这样 天安门广场会 竖起一万个绞刑家 来审判 来绞死那些 犯下滔天罪行的 中共统治集团 因为他们恐惧 这一天的到来 所以他们会更加疯狂的作恶 中国的老百姓 不要以为你不去反抗它 中共就会放过你 它很有可能因为恐惧而提前采取行动 在你还没有生造反之心 之前就把你处理掉 摧毁你的经济 健康 和你所赖以生存的一切 它会无所不用的 人为制造 凉荒和动乱 中共都会干 每一个中国人 无论你是何出身 是何背景 在这个末日时刻 都应该想一想 你之前不愿想 不敢想 不能想 不会想的那些事 想一想 你原来不愿意相信的事情 我奉劝各位都要相信一下 中国人没有其他的出路 就这样等下去 等中共自我倒台 自我改良 还是外国势力来消灭它 等有人出来造反推翻它 未必 中共最大的恐惧 就是最底层 被压迫的老百姓 失去了对中共的恐惧 他们不再恐惧中共 就如同董姚琼 以及其父亲 在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 他们这些具有反抗精神的人 将会层出不穷 这种迹象一旦出现 就意味着末日真正的开始 不要说中国人是一盘残杀 聚集不起来 说这些话的人都是别有用心 或是糊涂无知 要不就是无良无耻 中国人 你们大家看着 很快就会聚集起来 我们看香港 反送中事件 香港人已经聚集起来了 面对大规模的群众聚集 中国可能会动用脑控武器来镇压 对付这样的武器 其实也很简单 用锡箔纸撑在帽子里 尽可能地把颅脑部分包裹起来 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进行预防 因为末日中共干什么事都会干 另外请大家多注意 多注意食品和水的安全问题 水要尽量过滤 食品要尽量选取安全 要忍受口味的担当 因为当中共觉得危险的时候 它会有可能在你的饮用水里投毒 或者在食物里投毒 或者使用电磁武器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疾病和身体不适 它就能把致命的一场动乱化为无形 中共的这些手段多年来都在准备 并且做过多次实验 取得了成功 所以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大家一定要有所储备 要储备干净的水和洁净的食品 如果有出现这样的预兆的时候 注意不要盲目地外出采购 另外测试食品和水源的毒性也有许多方法 希望有心的人可以提前准备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以上说的是人火 下面讲天灾 当年汶川地震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当地的军事设施基本无恙 也没有什么伤亡 就好像做过充分的准备 而老百姓却损失惨重 当年遇到一个中央的高层 就问他为什么 他就说了一句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话 现在党需要一场灾难 言下之意这个灾难对党中央有好处 第二 他们知道将会发生这场地震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个人 四川省首席地震预测是有才 他在汶川地震之前做出了预报 而是国家地震局就是不认可 大地震临近之前 他还在骑着自己到处奔走呼吁 但至少在他的呼吁下 紫瓶铺大坝水被放掉了 否则整个水库一旦崩塌 洪水将会淹没成都 会死成千上万的人 可以说李友才挽救了整个成都 而当地震过后 他却被禁声了 我曾经在无意中接触过 国内外的一些地震预测师 他们说北京这个地方 一场大地震已经酝酿完成 随时可能会震 并且是一场大地震 如果震级达到七级以上 北京会有五百万人 就像中共需要汶川地震一样 中共有一天也可能需要北京地震 在北京经常会有一些 不明巨响和巨大的震动 政府对此讳莫如深 其实就是中南海 那些国家机关 在为他们的地下隐秘所 进行加固和扩建 他们已经知道 这场即将来临的地震 所以在前几年悄无声息地将 北京所有的中小学完成了加固 而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 北京的周边地区 围着北京城都在震 但只有北京平静 核心城区没有问题 这就叫做鼠臂 汶川地震前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围着地震的震中 周边都在震 只有震中不震 就像两个人在掰手腕 旁边身子都在动 只有手臂不动 这就叫鼠臂 这是个非常危险的震前症状 一切迹象都表明 北京很有可能会发生一场大地震 末日时刻 一定是天灾人祸 共产党在人间作孽 会带来天浅 天人是相应的 老天爷为了在末日清洁这个世界 他会做什么呢 千里搭粮棚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中共的暴政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他们已经举行了70年的盛宴 喝着老百姓的血 吃着老百姓的肉 挥霍着老百姓的金钱 侮辱着老百姓的尊严 在这场盛宴临近尾声的时候 所有的人 我们都是这场盛宴的参与者 不管你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到最后取忠人散 每个人都要做出选择 正确的选择是什么 就是坚信自己是这个世界最高贵的物种 万物之灵长 生来就是高贵的 承受任何人的统治都是罪 帮助统治者统治别人是更大的罪 这些罪都会让你遭受报应 这是最后一次选择 如果你这一次 为自己 为家人 为孩子 做出了这样正宗的选择 认识到 并主张自己的权利 在这个基础上 跟世界上所有人建立平等 互助关系 我可以担保 我也坚信 你能做出那样选择的一天 就是我们的新世界到来的一天 你就可以拿到 进入新世界的门票 也就是诺亚方舟的船票 云飞继续向师父提问 那基督的降临之地 知识 他的名字 他的经历和他来做什么 我现在都知道 但是你如何能证明 他就是那个人 光是一部电影 我不是药神 好像并不足以说明 他就是那个人吧 这是当然 耶稣基督是上天 给我们人类的印信 不可能只有一部电影 验证他的身份 其实除了 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 他的名字还隐藏在 各种预言 神话 名著 经文 影视作品 诗歌 诗词歌赋 符号 节日 甚至天象当中 自然法则包括了 星象 天道 天数等 这些信息是不可违抗 不可更改 万古不易的 会对应到人和事 因为每个人都是粒子组成的 整个宇宙也是粒子组成的 粒子运行的轨迹 形成了人类历史 也形成了人类所有的信息 包括你的名字 古今大量的预言 经文 古迹 都在预言一件事 就是耶稣 基督 再临 也就是 弥勒 降世 太上老君 再来 弥赛亚降临 各种宗教 称呼不同 但其实都是一个人 他的到来意味着 旧世界的结束 和新时代的开始 在圣经中 他被称为钥匙 防脚石 所有通过考试的人 踩着这块石头 进入天门 恢复本相 成王 成圣 成佛 成神 回到伊甸园 这些传道之作 就是要消除黑暗 照亮世界 要给大家一个人人平等 人人为王的光明时代和寄运 在这种宏图大致之下 人才会下苦功 代代相传 集体创作写下这些主作 这些作品 就是让大家有一天 可以拿来做印证的 让大家明白 这个世界是有天道法则存在的 上帝把印信 留给我们今天的人类 就是为了让大家 在末日的时候 认清自己的本相 每个人都要拿出行动来 参与末日大革命 要回自己成王 做主的权利 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就是要履约 这个印信和记号 就是原乡居士 李勇 化名李源 我们在末日之后 要复杂尽 就要复杂尽 要复杂尽